马上就三十了或者已经三十多了都没有为退休开始储蓄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了 大家好,我是如眼行者 今天咱们就要来聊一下 如果说你已经三十了或者已经三十多了 还没有对退休进行储蓄的话 咱们有哪些方法可以后来居上呢? 其实这本身就是如眼行者最喜欢聊的话题了 因为我就喜欢聊财务独立提早退休 这方面的话题 我也一直最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吧 按照复利的计算 如果您二十五岁每年投资五千块钱 就算年回报率只有百分之六 那么您在六十五岁的时候 也已经积累了八十二万五千美金的财富 但是如果您三十五岁再开始呢 晚了十年 同样的回报率 您到六十五岁的时候就只有四十二万五千块钱 基本上少了一半 十年的时间少了一半 所以如果说你也是像如眼行者一样 马上就三十了或者已经三十多了 还没有开始为退休进行储蓄的话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我相信一定能帮到你 所以呢 咱们就话不多说了 直接开始 第一点 把退休金账号存满 抵到头 退休金账号有哪些呢? 首先如果您有一个正式的工作的话 可能公司会给您提供401k 那么在401k这样的退休储蓄 计划当中您尽可能的存到最高额 或者说匹配到最高额 您每年能存的最高额 这样子的话 最起码现在市场上有的最基本的退休计划 您都已经完成了 那至于这些退休金账号如何选择呢? 大家还是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我在这个视频里边就不多说了 总之第一点就是 把现在能有的退休金账号 能存的钱全部都存进去 把它用到最大值 第二点呢 就是要还清您的高额债务 那么这些债务里边首先就应该还清的是利息最高的这些 或者说最大额的 当然如果您没有的话 您就可以跳过这一步 如果说您有的话 尽可能的要还清这些高额债务 把还这些债务想象成一种投资 当然我说的这些债务是恶性债务 比如说车贷 比如说信用卡的债务 比如说之前欠了很多不该欠的钱 如果说您在房地产方面有债务 或者说学生债款的话 其实这个债务并不算是坏债 尤其是房地产 如果给您带来正向的现金流的话 其实它是一个良性债务 而学生贷款是因为您之前上学 本来利息就不高 您可以慢慢还 但如果说能做到把这些债务都还清 学生贷款卡贷车贷都还清的是最好了 如果做不到的话 一定要先还这些利息比较高的 比如说信用卡债务 信用卡债务是绝对绝对的坏债 其实三十多岁就是一个摆脱信用卡债务的最佳时机了 其实在三十多岁以后 您就不应该再有信用卡债务了 如果说有的话 您一定要审视一下自己的财务状况 以及资产负债表 那么有关资产负债表呢 我之前也录过视频和大家聊 大家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的链接进行查看 最好算一下您自己的资产和负债 卡债一定能没有就没有 第三点呢 就是在您承受的范围内加大风险 因为其实三十岁或者三十多岁 还是一个比较能承受风险的年龄段 因为您还在不断的工作 而且您身强体壮 可以挣更多的钱 您的年收入每年是应该正向的在增加的 这是正常的 所以说您在选择投资产品的时候 可以适度的选择风险较高的一些产品 因为人到四五十岁或者说五十多岁之后 在选择投资产品的时候 可能需要以稳健为主 但是二十多岁三十多岁 都是可以选择风险较高的一些产品的 这样给您带来的回报率也是比较高的 因为在这个年龄段 咱们还是能承受比较高的风险的 其实在投资领域有一个准则 叫做110准则 这个准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您在投资的时候 多少钱应该是差券 多少钱应该是基金 多少钱应该是股票 那么这个110法则呢 就是用110减去您的年龄 这个数字呢 就是您的资产配比当中 应该占的股票的比例 比如说您年满三十五岁 用110减去三十五就是七十五 所以在您的资产配置当中 您的股票的比例 应该是占到百分之七十五左右的 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五呢 应该是比较安全的债券 因为您的风险承受能力较高 但这个法则是一个傻瓜法则 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如果说您三十多岁收入稳定 或者说您觉得您的收入每年是增加的 可以建议用一下这个法则 那么如果说您是一个保守投资者 比较胆怯或者说您对未来您的收入没有一定的把握的话 建议不要用这么高 您可以用更加保守的方法 所有的准则都不适用于所有的人 这个110准则只是一个傻瓜式的懒人式的投资准则而已 第四个就是优先存紧急备用金 大家都知道我之前聊过紧急备用金 可以使用视频下方的链接进行查看 如果您还没有紧急备用金的话 那一定是在还债的同时开始存紧急备用金 以备不时之需 因为有了紧急备用金您才能更好的抵御风险 尤其是他不会打乱您的投资计划 因为大家都知道投资在前期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利润的 只有长期坚持之后用时间的杠杆来撬动一个负利 只有有了负利之后您的资产才会指数型的增长 所以说赶紧存下您的紧急备用金 以防止打乱您的投资理财计划 第五点呢我相信是很多人都不能想象的 因为三十岁或者三十多岁很多人已经有了孩子 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很关注孩子的教育 尤其是我们华人对于孩子的教育尤为重视 那么在存退休金和存孩子的教育基金的时候如何选择呢 如果您的退休金还有问题的话 一定要先存退休金再存孩子的教育基金 这个怎么选呢 就是您的退休基金已经明显的落后了 您的退休储蓄已经明显的落后了 这个时候您应该先着眼于退休储蓄 而不是对孩子的教育基金了 因为孩子的教育经费可以通过捐款赠款 或者说奖学金以及等等其他的一些福利 或者说政策来获得 而退休计划呢选择是非常有限的 一旦错过呢可能会比较危险 所以说在相同的情况下 或者说退休基金明显不足的情况下 一定要先来存退休基金 因为如果说您把钱都投入在教育方面 如果说您的孩子上了一个非常好的大学 或者说您花钱让孩子上了一个很贵的学校 这个时候呢您退休之后 如果您的退休金不足无法生活的话 您反而又成了孩子们的负担 这样子的话尽管他上了一个好大学 但他好大学毕业了之后又得来养您 其实咱们中国人虽然说养儿防老 但是咱们还是不愿意看见自己老了之后 反过来还要让孩子养 这是咱们每个人都不希望的 所以说我在这个视频里边提出的第五点呢 还是请各位父母好好斟酌一下 如果说您拿不定主意呢 我建议您去咨询一个比较专业的个人理财师 或者说家庭规划师来帮助您做出更好的选择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了 如果说大家想投资理财的话 可以使用我视频下方描述栏的链接进行注册 这样子我和您都可以获得免费的股票 咱们一起投资理财 如果说您喜欢我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吧 拜拜